好,那我们开始讲我们下面的内容啊 那么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讲这些查询函数的时候 我们说是直接通过我们的模型类点Objects来调用这些查询相关的函数 对吧,那么Objects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么Objects呢,它是将够呢,帮我们自动生成的一个啊 Models.Manager类的一个对象 每一个模型类都生成一个叫做Objects的对象 这个对象呢,它就是Models.Manager类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我们把它叫做管理器对象 那我们如果呢,要查询一个类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通过BookInfo.Objects啊 调用这个对象的一些方法呢,去实现对我们模型类对应数据表的一个操作 好,那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项目呢,进入我们的终端啊 进入终端,iPathen 那么,money.py,输入一个shell 好,在这里面我们导入这两个类啊 from我们的BookTest.models 然后呢,导入我们的BookInfo这个类 好,那么导入BookInfo这个类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再导入这个hellinfo这个类啊 把这两个类导入过来 下面呢,我们说将过呢,给每一个模型类都生成了一个叫做objects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什么类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type,然后呢,BookInfo.Objects 好,你在这里面一看这个类型,哎,什么类型 对吧,哎,它是这个manager类的类型啊 它是manager类的一个对象 OK,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hellinfo啊 它里面呢,这个.objects 哎,你看一下是不是也是manager类的一个对象 好,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哎,这个对象啊,我们把它叫做管理器对象 将过呢,给每一个模型类都生成了一个objects管理器对象 好,那么这个对象呢 我们是它默认生成的这个叫做objects啊 假如说,哎,你不使用它默认的啊 那么怎么做,我们可以自己呢,在类里面啊 我们可以自己在模型类里面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创建一下啊 你比如说我找到我的这个,不可依仿对吧 哎,找到不可依仿啊 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哎 创建一个这类的对象,哎,直接比如说我记得到book 哎,我的book呢,直接等于我们的modus.miley 啊,哎,这里面啊,我们叫自定义啊 自定义一个,哎,manager类对象啊 manager类对象,OK 那我把这个对象定义完之后呢 之前我们,哎,去查询 bookinfo对呢,表面数据是不是bookinfo.objects.o,对吧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模型类改完之后呢 我自定义了一个对象之后,我先把这个终端退出 好,然后退出之后呢,我重新登录一下这个终端啊 直接pathonmanager.py shell,哎,进入这个终端,然后导入这个类啊 from我们的booktest.modus啊 然后呢,导入我们的bookinfo,OK 那么之前我们查的是bookinfo.objects啊 objects,然后呢,点out,对吧 现在你去查一下,看一下啊 你回上,哎,这边是不是给你报了一个错误,对吧 告诉你bookinfo里面没有这个objects属性啊 这是为什么 注意,你一旦自己呢,去定义一个管理器对象之后 那么将过呢,就不再给你这个模型类提供默认的objects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调用它会出错 那么怎么去查询bookinfo对应的表的所有数据呢 你就要通过bookinfo点这个book来查啊 直接呢,就是bookinfo点book点 哦,哎,你一查,哎,是不是查到了 对吧,这就是我们自己去定义了一个 哎,manager类的对象 哎,这个对象呢,我们把它叫做管理器对象啊 那么现在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操作的话 如果我们只写到这里的话,哎,其实这个操作呢 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卵用的,对吧 哎,什么用都没有啊 那么通常我们是怎么做呢 哎,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啊 我们不是直接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哎,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会自己呢,去定义一个类啊 自己定义一个类,哎,去继承于modelsmanager啊 比如说我就叫做bookinfo manager 好,定义完它之后呢 我让它继承于modelsmanager啊 那么这个类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模型管理器类啊 就是图书模型管理器类啊 然后,哎,对于完之后呢 里面我先不写内容,我先写一个pass 然后呢,我再紧接着在下面这个类里面呢 自定一个,哎,自定一个啊 我上面的这个bookinfo manager类的对象 直接呢,就是bookinfo manager类的对象 那么前面呢,我给这个对象呢,起一个名字啊 起一个名字叫做objects啊 那你要注意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个objects呢 它呢,不是将过给我们默认生的objects啊 是我自己给它起的一个名字 我在这个类里面,我自己定义了一个objects属性 这个objects属性呢,就是我定义的这个自定义manager bookinfo manager类的对象 那么这个名字呢,你可以随便起 你可以叫做book1,对吧 你也可以叫做book2 哎呀,我现在呢,就把它叫做object啊 OK,你要注意的就是它跟我们默认的objects的一个区分 对吧,OK啊 那么这里面就是,自定义一个bookinfo manager类的对象啊 bookinfo manager类的对象 OK啊,对吧 那么之后的话,我们要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子类的对象来查,对吧 例明点子类的对象呢 来去查询这个bookinfo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啊 那么现在我把它退出 好,退出之后呢 我们重新进一下这终端啊 先清一下屏幕 直接进入我们的终端啊 python manager pp shell 好,在它里面导入这个类啊 from我们的booktest点models 然后呢,导入我们的bookinfo 那在这里面查的时候呢 我就要通过bookinfo点objects,对吧 这个objects呢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bookinfo manager类的对象 好,这边呢 你可以呢去查看一下它的类型 叫做type bookinfo点objects 好,你在那边看的话 它是不是bookinfo manager 对吧 我们说这个类呢 它继承了models manager 所以manager里面有的方法 它是不是都有 对吧 那我们要查询 bookinfo对应的表里面 所有数据 直接呢是bookinfo.objects.au 你一查 是不是都查出来了 对吧 OK啊 这是我们这一点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这个类里面啥都不写的话 它还是没有什么卵用 对吧 那么通常在里面做什么呢 首先啊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自定义模型管理器的两个应用场景 首先第一个呢 叫做改变查询的结果集 改变啊 改变查询的结果集 对吧 好 那么什么叫改变查询的结果集呢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通过这个bookinfo.objects.au 它返回的是不是我表里面的所有数据 对吧 那么下面我要做的呢 就修改我们这个booktest bookinfo表里面的数据啊 查一下 select7 from我们的booktest bookinfo 对吧 bookinfo把它改一下 然后你看到它里面有五条数据 对吧 现在我要把这个id为5的这条数据 它的isdelete呢 给它改成1 那我做一下啊 update 我们的booktest的bookinfo 然后set啊 isdelete等于1 whereid呢等于5 好 回车 然后下面我要把它改掉 我一查 是不是已经改了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要达到一种什么效果 就是通过这个objects.au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要让它返回 isdelete等于0的这数据 好 那你想想我们该怎么做啊 对啊 我们就需要呢 去 重写我们负类的这个 op方法 对吧 重写这个类里面的op方法 那么这个类里面的op方法 它是不是获取所有的数据 对吧 我们要改变它的结果级 我们就在这里面 自己去重写一个define 然后写上一个 里面呢只有一个self 那么这个里面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在里面怎么做 首先第一步对吧 我们要获取所有的数据对吧 获取所有的数据怎么做呢 就是调用我们负类的op方法 负类的op方法 那么这一步的话就是调用负类的op方法 就是我们的super 对吧 super里面呢 你写上这个播客 info on self 那你注意啊 我们这个penet3里面呢 这里面呢 你可以省略 你直接就是super 括号 这个时候呢 就是调用负类的op方法 它给我们返回呢 是我们表里面的所有数据 对吧 那么拿出来它之后呢 下面我要做什么 对数据进行过滤 对吧 我要查询 我要过滤出来 is delete 为零的 is delete为零的这些数据 那我们说 这个函数反围 那是什么类型 它是不是一个查询集 对吧 它就是一个查询集 叫做query set OK 那么你知道这个query set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 讲查询函数的时候 我们说啊 这个query set 它的实力对象呢 可以继续调用我们上面讲的这些 查询函数 对吧 看到我们这边啊 就是在我们这里面 query set的实力对象 可以继续调用我们上面 讲的查询函数 那我就可以调用filter呢 进行一个过滤 那么这一步的话 在我们这边呢 就直接啊 books.filter 过滤就是is delete is delete 等于 什么 等于false 对吧 等于false 那么数据库里面是这个零 我们这边就是false 然后呢 把这个值呢 再附这个我们的books 好 拿到之后 我下面是不是可以返回这个books 对吧 返回books OK 然后直接returnbooks啊 把这个books返回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结果啊 那么注意你改完这个类之后呢 你需要呢 重新退出之后 重新的去做一个导入啊 直接我退出这个终端 退出终端之后 我们重新进一下这个项目的终端 shell 然后呢导入啊 直接是book from booktest啊 booktest d models啊 然后呢 import这个book info 对吧 然后我们查一下bookinfo dlobjects.o 好 回车 看一下几条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对吧 这里面我们就返回了四条啊 就是这个 is delete 等于e的 我们就没有给它查出来啊 那么这样的做法呢 就是 我们通过类 模型类 点objects 对吧 模型里面这个objects 它是什么对象 它是不是bookinfo manager的对象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个对象 调用它里面的 凹方法 是不是调用的 子类的凹方法 对吧 在子类的凹方法里面做什么呢 首先调用负类的凹方法 获取所有的数据 然后呢 对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过滤 过滤完之后 把这个数据返回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我们 改变查询结果级的一个 方法 对吧 那么之后的话啊 你如果要改变 其他函数的结果级 你比如说 你要改变filter 那你就在这里面呢 自己去写一个filter啊 这是它的第一种 应用的场景 那么然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 第二种应用的场景啊 就添加额外的方法 添加什么额外的方法啊 在管理器类里面 第一个方法 帮我们操作 模型类对应的数据表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呢 哎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作用啊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我们要添加 往图书表里面去添加一个信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直接创建一个book info对象 对吧 哎 创建book info对象啊 然后呢 给这个对象呢 增加它的一些实力属性啊 b title 哎 比如说就写上一个b title 哎 等于这个tas1 对吧 然后呢 这个b点 b pub 哎 data 等于一个日期 对吧 哎 等于一个日期啊 最后的话哎 我们调用这个save啊 将它保存进我们的数据库 哎 是不是这样写的 对吧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函数呢 给它封装起来呢 哎 可以吧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函数啊 我们可以把它封装在这个模型类里面啊 模型类里面 比如说我在我模型类里面 下面呢 我定义一个类方法 哎 这个方法呢 我们抵方啊 叫做create book啊 createbook 然后呢 我首先借一个参数 哎 这个叫cls啊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类方法 直接写上一个 at class manet啊 然后呢 它里面接收这么几个参数 首先我要接收 你要添加的图书的标题 叫做btitle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 接收一个类型的 叫做bpubble data 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要干嘛 就是 哎 创建一个 对象 对吧 哎 创建一个 图书 对象 啊 好 那么这个cls呢 就是我们这个类名 对吧 你就可以呢 通过这个cls 创建一个图书对象 比如说我在这边写一个啊 obg等于我们的cls 然后啊 下面呢 给这个对象呢 增加实例属性 对吧 obg.btitle 哎 等于我们传过来的参数 btitle啊 等于btitle 然后啊 再往下 obg.bpubble data 对吧 它就等于我们传过来的参数 bpubbledata 好 下面啊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要把它保存进数据库 对吧 保存数据库怎么保存 哎 是不是 obg.bpubble save 对吧 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象呢 进行个返回 直接在这边返回我们的obg 啊 返回obg啊 obg 好 obg啊 直接return我们的obg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定义了一个类方法 现在有了它之后啊 我往这个book info 对应的表里面去添加数据的时候 那么我就只需要类名点掉这个类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了 OK啊 我们这边试一下啊 在这边退出 首先改完了之后退出 退出完之后呢 先清一下屏啊 重新的进入这个交互的终端 pathon manager py shel 好 在这里面呢 就是from我们的book test 点models啊 然后呢 import我们的book info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book info 点什么 create book 对吧 我们定义的这个类的方法 然后我要添加一本图书 我就可以写一个test1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写一个日期 对吧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添加日期的话 你需要调用这个日期函数 创建一个日期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你要注意啊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你在这里面 你可以直接写一个字符串啊 你比如说我就写一个字符串 叫1999人间月一的啊 那么他会在 哎 内部呢 帮你做一个转化啊 也能把这个日期呢 插入进去 但是前提 你传的这个日期呢 必失 你传的这个字符串呢 必失 必须是一个合法的日期 字符串啊 OK 那么然后呢 我们去 他返回之呢 他返回了插入的这个对象 我们接一下这个值啊 比如说我叫book 好 哎 回车 那么回车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数据表里面 有没有这个内容啊 继续查 好 查一下 哎 是不是添加过来了 然后呢 这个 反过这个对象 是不是插入完对象之后 把这个对象给我们返回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呢 直接是book点 他的b卡头 哎 是不是可以访问这个 哎 图书的标题 对吧 book点bpub 哎 对的 哎 是不是可以呢 访问他的日期 对不对 ok啊 这是我们说的啊 把这个方法呢 封装在我们的模型类里面 哎 像其他的话啊 你这个 哎 这里面是新增 如果涉及到这个修改删除的话 你封装在这个类里面呢 也是可以啊 但是现在啊 我们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我们说啊 我们一开始讲模型类的时候 模型类的话啊 我们主要是让他跟数据表呢 起一个对应的关系啊 叫模型类跟数据表呢 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假如说你要在这里面封装很多函数的话 那就会造成你这个模型类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内容 那我们为了将这个模型类跟表之间的对应关系 哎 和这个操作模型类对应的数据表这个方法呢 进行一个分离 我们通常不把这些方法呢 不定义在模型类里面 那把它定义在哪里呢 把它定义在 把它定义在 它对应的模型管理器 类里面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在它里面啊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运用场景 就是到的 哎 封装函数 那么就是 封装啊 函数 那么作用呢 就是操作啊 在这里面我们要操作模型类啊 操作我们的模型类 那么对应的数据表 包括这些增删改查的方法 你都可以写在里面啊 增删改查 OK啊 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写在这个模型管理器里面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把我们这个做一个封装 直接地方也写上一个create啊 book 然后呢写上一个 self对吧 然后呢写上一个b title 好 还有一个的bpb 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我还是呢 去创建一个图书对象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就创建一个图书对象啊 直接呢就是我们的book book啊 等于我们的book一方 然后呢 直接是book.btitle 等于我们的book啊 等于我们的参数b title 然后book.bpub 我们要往 这个图书 对应的表里面加一条信息 我要怎么调 我是不是类名 对吧 book.bp 点它里面的这个 object啊 那么这个object呢 它就是上面这个类的一个实力对象 对吧 实力对象 它调用它的实力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呢 哎 进行调用 对吧 这个那时候呢 我们就实现啊 通过我们的管理器对象 往book.bp对应的表里面呢 去加入了一条数据啊 这个我们给大家再试一下啊 退出这个中断啊 首先 退出中断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啊 倾向屏再进入啊 python manager.py 输入一个shel ok啊 导入这个东西啊 from我们的booktest 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book info 然后在这里面写的就是bookinfo 点objects点 什么 creditbook对吧 这个object实力对象 有里面有我们封装的一个方法 实力方法 叫creditbook 然后在里面 你要传参数了 好像首先 首先传这个btitle btitle 比如说 我叫Tesla2 然后呢 这个出版日期的190年 90年啊 1月1号 对吧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 一回上 哎 他是不是给我把这个对象返回来 对吧 同时我们看一下这个表里面这条信息 有没有加进去啊 直接查一下 哎 是不是查过来了 对吧 然后啊 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实现了啊 往bookinfo 对应的表里面呢 去添加一条信息啊 添加一条信息 那么其实 在我们 原来的这个 models manager里面呢 已经帮你封装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create啊 那么这个怎么掉呢 我们就这样掉啊 直接是bookinfo.objects.create create的时候呢 你注意这个create啊 你必须呢 是通过关键字参数来传 你比如说你要给这个btitle进行复制 你就写上一个btitle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Tesla3 然后那个bupdate呢 我就写上一个bpupdate啊 然后呢写上1990年 然后呢写上一个10月10号吧 10月10号啊 那么最终这个函数他做的什么呢 他就是往这个bookinfo对应的表里面呢 去加入一条数据 然后呢把这个bookinfo对象呢 给你进行一个返回啊 那么这个我们在这边回撤一下 哎 这是不是返回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表里面 有没有这个对应的内容 哎 你会看一下 是不是加过来了 对吧 这是他默认给我们封装好的一个方法啊 在modelsmanager里面 给我们封装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注意在使用的时候 你传参的时候呢 你必须通过关键字来传参啊 就是你要给哪个属性负值 你就直接通过属性名等于这个值啊 通过关键字参数来传 好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第二种运营场景啊 就是封装函数 用于操作模型类对应的数据表 就把它封装在这个模型管理器的里面 好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们这个播客一方的类名变了之后 哎 我们这里是不是要发生一个变化 对吧 你这个播客一方变成一 他是不是也要显示播客一方变成一 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呢 就一旦我们下面的这个模型类名发生变化 你上面的这个代码 那就需要发生一个变化 好 但是其实啊 他已经给我们提供好了一个东西 哎 听众上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每一个啊 每一个模型管理器对象啊 每一个模型管理器对象啊 你注意啊 在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啊 在我们上面的这个啊 每一个模型管理器对象 他都有一个属性叫做model啊 你通过这个model 直接就可以获取 他所在的模型类啊 这什么意思呢 直接就是self啊 点 model啊 每一个哎 这种类的对象 都有一个属性叫做点model 这个点model的作用呢 就是哎 获取self所在的模型类啊 获取 self啊 获取self 那么所在的模型类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东西 我们说啊 这个属性从哪来呢 是每一个模型管理器对象 我们这个object呢 他就是这个模型管理器对象 对吧 他里面就有一个属性叫做点model 哎 这个点model 你一瞧 你一回车 你看他获取出来是谁 是不是获取的 你这个object在哪个类里面 他就是这个类名 对吧 那我这个object在booker1号里面 所以我获取他的就是 booker1号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哎 我们就可以呢 通过self.model 哎 直接获取self所在的模型类 好 比如说我叫做model class啊 那么有了这个类之后呢 下面我就可以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我就可以呢 直接book book等于model class model啊 然后呢 class 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下面我们进行一个复制 对吧 复制完之后进行保存 然后那返回这个对象 好 有了他之后呢 那你会发现 即使你下面的这个类名 发生变化 对吧 我们上面代码需不需要发生变化 哎 是不是不需要发生变化啊 这就是self.model 它的一个作用啊 它的一个作用 OK啊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我们的 哎 自定义啊 管理器类 它的两种应用场景 第一种呢 叫做改变查询的结果集啊 改变查询的结果集 第二种呢 叫做添加额外的方法 什么额外的方法呢 就是管理器类 这种定义方法呢 帮助我们操作模型类对应的数据表啊 那么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使用self.model啊 可以呢 括号 可以创建一个自定义管理器对象啊 对应的模型类对象啊 OK 这里面是他啊 这里面是他啊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管理器的一个应用 两种的情缘